老师呢,您进入到我们简报第12页之后,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这个Smart开发板 首先呢,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在这个角位的部分 这个是实体的,您可以看到就是在左上角 在左上角的地方,它会有一个三色LM灯 也就是说它这个除了是一个板子以外,它还有内建三个元件 好,三个元件,左上角有一个三色LM灯,右上角光明电阻 就是老师您刚刚看到那个什么光线比较暗,小路灯这样这样光明电阻 另外左下角还有一个小小的按钮 左下角一颗小小的,所以它总共这三个就是送给我们的这个元件 好,送给我们这个元件,那这个元件呢 除了这个以外,您可以翻到第14页 这个就是角位把它翻到正面来的 把它翻到正面来,您如果看这个开发板的话 像这样子,您要把它稍微翻到旁边 有没有,稍微翻到旁边 你们的是黑色的贴纸,我的是白色,但是没有关系 都一样 有没有,那角位是这样就有贴着的 就有贴着的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里 这个角位上啊 第一个,您有看到红色的这个 有没有,红色的这个部分 红色这个部分有两个电源 它有提供两组电源 一个是3.3伏特的 另外一个呢,就是提供VCC 这个VCC呢,是提供几伏特?是提供5伏特的电 5伏特的电 所以它等于有提供一个3.3,一个5伏特的电 有两组电源可以让你接到其他的元件 接到其他的元件 那,有了这个正电 当然就会有一个什么,接地 所以你看左下的啊,这边有一个GND ground的接地 所以这个是正极 这两个是正极的 这个就是负极的 跟我们的插座一样 好,那 那 顺便 老师应该都知道 我们现在那个3号电池一颗是几伏特? 是不是1.5伏特? 对不对? 如果是那个呢 如果是那种 看一下我这边 好,我拉一下 如果是那种锂电池的呢 我们现在有 对对对 18650啊 14400啊 14400就是跟1.5 3号电池一样大的 那个就是一般锂电池 它就 我们一般锂电池都提供3.7伏特 3.7伏特 所以像我们那个行动电源其实也是3.7伏特 也是3.7 那 这个是顺便提一下 那请问USB咧? 平常大家用的USB 供电是几伏特? 5伏特 5伏特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那个 一般的供电都是5伏特 好,都是5伏特 那 现在呢 认识了这个 电的部分以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 它上面这些 是不是有这些数字 这些数字呢 就是我们一般讲 它哪一个角位哪一个角位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后面都会讲 你那个要接哪一个角哪一个角 好 那 这些角位呢 老师您观察一下 好像 有几个 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就是 15 12 13 前面是不是都有一个毛毛虫 然后其他的 是不是都是这种的 所以没有毛毛虫 这种我们称作数位角位 就是它的讯号只有0跟1 那如果有毛毛虫这种的 就是有 好像我们那个 有些电灯 是不是可以转转转 越来越亮 然后转转转越来越暗 它就会有这个程度上的差别 这就是类比讯号 所以它有三个 那这三个呢 你现在看到15啊 12 13 这三个 它其实就是跟我们左上角这一颗 三色LED共用的 共用的 所以它可以用 但是呢 用了之后呢 这个灯也会跟着亮 也会跟着亮 所以我平常 大部分我都减少用这三个 不是说不能用 只是说如果你不需要它混淆的话 我这三个我就暂时先不用 这样您了解 您也可以用 就是它有三色LED灯就占掉三个 那另外呢 其他这些就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就比较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先跟老师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开发板上的 那我们刚刚讲的 你开发板 如果说老师你要控制它的话 你要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什么名字 所以我在下面这里 有没有一个Smart设备资讯 Smart设备资讯 那有的老师的 我已经帮你签设定好了 有的还没有 那你怎么知道有或没有 您看您那个盒子上面 如果上面有编蓝色号码的 就是我已经帮您设定好了 好在这边您可以看到就是 就是 就是我在外面跟里面 有没有都帮您编号的 您可以先检查一下 有没有正确 第二个 这个号码呢 您就可以对应到我们这个 档案里面来 在这边 39 有没有它的Device ID 跟SSID就在这里 所以您上面看到那个号码 就是这个号码 您再对应过去 就可以知道您的设备是哪一个 因为我们真正要控制 我们现在这个装置的话 每一个装置都有独立的ID 都有独立ID 所以你知道自己的这个号码之后 就能够控制它 但是老师要留意一下 这个号码有分大小写 我们标准的 现在都是八位数的 好都是八位数的 这样OK吗 好所以这个呢 您待会 要控制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 好 那 到底有没有连接成功呢 您可以看一下 您现在可以先试着插电看看 可以先试着插电看看 像我这边呢 我先做一次给您看一下 在这里 如果您第一次插电的时候 您会发现它会先亮这个红灯 然后开始闪烁 找我们现场的这一台 像我这边有一台WiFi基地台 它如果找到了 会像这个样子 再看一次 它如果找到了之后呢 它熄灭了 就会亮一下绿灯再熄灭 所以您看 现在先找 有没有熄灭了 亮一下绿灯 又熄灭了 所以最后就是熄灭状态 如果您的灯 是一直维持红色的亮灯 就表示它没有找到现场的WiFi基地台 也就是它出不去啦 好出不去 那这时候很抱歉 您就没办法控制它 这样您清楚了 所以您可以先试看看 因为我现场已经有先架好了 所以应该正常情况下 您都会变成是熄灭的状况